大家好 我设计了一款非常简单 使用方便的豆腐模具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画设计图 家庭做豆腐 就是要吃新鲜的豆腐 一次不能做太多 所以模具的尺寸很重要 全画完了 图纸画好以后 在木板上按图纸画线 中线画出来 中线 这两个侧板也画好 两个侧板 两个再画这个盖板 盖板136的 136这个可以 136×84 所有的线都画好了 先把木板固定好 夹紧它 然后再锯 两个侧板 两个更生存 惯玉石 就在巨我是线 咖啡 buraya 要喝 还要喝 偶然 喂 发来 最后这个口必须要刀具要垂直的锯 不能锯斜了 所以要直上直下的这样锯 一会儿把这个蘸掉就可以了 工具嘛 这个这边是平面的 这边是斜面的 要把这个平面的和这个边对齐 从这开始 这是橡皮锤保护这个头 这是塑料的 所以这要用橡皮锤 一下子就掉了 这个比较好掉 这样掉了 然后把这个稍稍削一削就行了 就是把它再削上一下 好 做好以后把木头煮半个小时 砂菌消毒 然后把它自然晾干 把这个边边角角把它擦一擦 这个这是木砂纸 用木砂纸把它蹭一蹭 要戴着手套 要不然木头有可能有刺会扎手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蹭的话 给垫 不蹭的话拿起来会扎手 要把它蹭光 那时候它就不扎手 这里边也要蹭一蹭 这是底面 然后这两个是 豆腐模具不能用钉子也不能用浇水 要用五筒木或者三木等 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泡水后没有移味 第二选用结实的木纸 木纸硬不易变形和开裂 使用寿命长 做好后可以反复使用 好嘞 这是盖板 盖在上面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的豆腐模具 等我用它做了豆腐后 再与大家分享 如果您喜欢 请给我点个赞 欢迎您点击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